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的话题非常多元 从国际政治到经济动态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分享 首先 我们讨论了美国的法治和自由 以及中国的民意走向 还有一些关于薄熙来和薄瓜瓜的传闻 接着 当然不能不提马斯克 他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嘲讽英国首相 这样的举动让不少人感到惊讶 而在经济方面 Northwood的破产 让人担心欧洲的电动汽车产业未来会怎么样 最后 大家对中国的经济状况和市场竞争 也有不少看法 尤其是对于卷的现象 有人认为这是不可持续的 但也有人觉得 这正是市场竞争的本质 各种观点交错 让整个对话充满火花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谢谢少姐姐 听得还好 美国的法治自由仍然存在 通过民意走向极端伤害 反而真有夺权之性 包呱呱台湾成婚 美国重点区的中国走线客 怀疑有军人 习近平传话太郎 别想推翻我 习近平能扛起全球化大 他不是全球化 我的六度信号 最近不闻 昨晚发的这条消息 现在可能算是重发 过时 笑容可拘 10月说 中期电脑或手机 发一百说 非美国公民出生孩子 具有美国籍 这个有那么多案例支持 怎么改 田典说 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 Northport 刚刚在美国申请破产 没报道 海牙关心的企业 10月说 从起电脑或手机传递 发一百说 他能把案例翻过来 10月说 新的法令 新的力 纳兰说 我也高度怀疑一马神话 能否在政治领域继续 政客完的是权衡 控制 妥协和博弈 力求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中 寻求平衡 创业完的是创新 执行 突破和坚持 追求在未知的市场中 创造价值 没人买单折腾未必有效 Victor下话线那说 我可从来没说我精通股市 发一百说 马斯克昨天 在散公开嘲讽英国首相 从没看到 有企业家这么做过 马也确实太狂了 黄仁勋在财报里 被问到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问题时候 说的是 我们跟任何政府保持合作 纳兰说 如果有民意买单那就不狂 但我有点怀疑 一马不如帝国元首有魅力 Victor下话线那说 我说我比你懂 大盘上不去 发一百说 既然认为上不去 你花钱做空了吗 谁说一些支持哈里斯 反对川普的华人活跃人士 谁在或其他人物 用各种方式退出账户 Victor下话线那说 我为什么做空 我不炒股 没本事挣那钱 不当韭菜被人割 发一百说 好的 那我知道了 Victor下话线那说 退休账户都是定投 谁说没有来得及看中国股市 但是这显然是对一些报表的失望 对未来贸易政策恐慌 如果是这样 回来就可能的 中国金融市场的战略游戏 相当累 发一百说 昨天TDD和百度财报后大跌 百度我觉得确实有点不好 但是TDD依然保持40%以上增长 是盈率才个位数 都直接跳水 现在世界上没几个 比TDD增长更快的公司了 谁也说香港如蚂蚁之类上市 已经准备了很多人才公知 在美国全力挥拾阶段 准备一亿人士 为下一波重塑香港清场 失去香港 对内地 对西方都是失败 Fla 100说 China's Pony AI seeks up to 这个自动驾驶公司 IPO现在也挺火爆 公司说是投资热情太高 让他们决定提高目标延迟 IPO 不过是在美国上市 Liu Dodater说 HTTPS 3w.youtube.com watch V等于TVM1 CS3O0 Li说 以为是自动挡 或以为是电车 所以不用换挡 差一个啥 Zai Minow说 香港仍然是个很特殊的地方 李嘉诚说 香港像个华丽的玻璃体 很容易被打碎 他说的这个理由 很可能就是 香港的贫富差距 可能就是最严重的地方 发展模式和结构 也是最不可持续的一种模式 Mio Bullen一说 HTTPS MP Vaxin QQ.com SD6 RoyE QYJJG9 UMXGQA QEW 明哲说 我觉得现在新版本的GPT模型 都非常强大 收费版更好用 Mio Bullen一说 大多数是昨日黄黄 以为昨晚已经发过去了 嚎啕大哭 实业说 如果有链接 便方便一键点入 Mio Bullen一说 HTTPS 3W.wsj.com WorldChina China11 Stimulate Growth Busy Work 67BF4B4F RefLink等于 MobileWebShare 下滑线PermiLink 实业说 中国拯救经济的B计划 一场反对 反网工作的十字军东征 当挣扎停滞不顾时 庞大的共产主义官僚机构 试图将其人从苦差事中解放出来 Mio Bullen一说 何总 谢谢您的译文 玫瑰 不过 这就是西方对中国 如何解救经济困境的解读 HTTPS MP 微信 QQ.com SM MCSW89BJJZ6GN9OPWK28W 实业说标题吸引人 昨晚看文 中国官僚的形式主义在东亚 东亚不改地方怎么开 开那么多空洞法位的会议 地方必须接触开 六都得特说 埃隆 马斯克 Elon Musk 参加Trump World 如何运作的速成课程 纽约时报 HTTPS 3W.NewYorkTimes.com 2024-1122s Politics Elon Musk Trump.html 埃隆 马斯克 Elon Musk 接受了Trump World 如何运作的速成课程 这位世界首富 并不以谦逊著称 但他仍在学习唐纳德 特朗普核心圈子中 残酷的朝臣政治 他的最终影响力 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埃隆 马斯克 Elon Musk 需要从中国得到什么 纽约时报 HTTPS 3W.NewYorkTimes.com 20241 22business Elon Musk TeslaChina.html HTTPS 3W.NewYorkTimes.com 没有哪位美国商界领袖 比埃隆 马斯克 Elon Musk 更明显 更慷慨地支持当选总统 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J.Trump 而且与中国的关系 比中国更复杂 特朗普曾发誓 要用更高的关税 和其他措施 来应对这个国家 马斯克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最著名的公司 是电动汽车制造商 特斯拉 Tesla 该公司一半的汽车 在中国生产 特斯拉在中国的汽车销量 比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多 而且它在当地的竞争 也越来越激烈 中国监管机构 尚未允许特斯拉 提供其最新的辅助驾驶 和自动驾驶汽车技术 同时允许中国汽车制造商 HTTPS 3W.NewYorkTimes.com 20240 63Business China Driverless Cars.html 使用类似的系统领先 马斯克曾亲自向中国总理李强 李畅 呼吁 允许其继续进行 特斯拉所谓的全自动驾驶计划 因为该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已经下降 一些专家认为 北京或许能够将马斯克 变成一个有影响力的盟友 试图说服特朗普 在贸易问题上 采取更加温和的方式 North Vault首席执行官警告称 电池制造商破产后 绿色转型步履蹒跚 HTTPS 3W.FT.com Content 773F143BA 31-42FDBA 4D14B 20F405 North Vault 是欧洲资金最雄厚的初创公司 已从投资者和政府那里 筹集了超过150亿美元 但在根据美国第十一章规则 申请破产 HTTPS 3W.FT.com Content 47B1084 FA423 4C21 Bad6 3D666 428 F5 D4 之前 它只剩下3000万美元的现金 足够运营一周 该规则为其提供了债权人的保护 2016年 共同创立 North Vault的前特斯拉高管 彼得 卡尔森 Peter Carson 承认这家初创公司犯了错误 但敦促欧洲 超越当前电动汽车销售的疲软 不要放弃打造电池冠军 以对抗战主导地位的亚洲竞争对手的梦想 汽车制造商 政策制定者和投资界对转型的速度有更多的犹豫和质疑 这会影响我们 如果我们不不断向前倾斜 不敢于推动绿色转型 我们将在20年后后悔 他告诉记者 North Vault HTTPS 3W.FT.com Stream D12687 D2 607E 481C 811B 3B569 F6 阿伯卡 的一位长期投资者补充说 这应该成为欧洲层面危机会议的适当燃料 与中国人在这一分数上 表现出的深思熟虑和团结一致的政策相比 更令人担忧 BMW说 Bush才圆了 光德国 就才3800 10E说 全球重组不是商业的结束 是迎接重上重要 BMW说 说实话 Bush现在好的都是 Made in China 现在我都只买美的的小家电了 喜极而弃 10E说 乱俗 投产 什么意思 这是摆脱中国的一个努力 真是失败了 BMW说 Roflow 10E说 中国商业现在太过疯狂 刚刚纽约时报的报道 给了一个事实 巴斯克的所有行业 对于是都是中国 BMW说 现在海外有 Ockman Temu Shine 注册简单 东西便宜 我两天前下单 今天就到了 零食跟国内一个位吃的新满一族 吃的新满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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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说 中国人现在美国疯狂买地 尽力残酷 就是准备打败亚马逊之类 BMW说 反正我觉得 只要价格便宜 质量OK 老百姓肯定愿意在中国的海外网站上购物的 亚马逊今年黑五 根本没折扣 得意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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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青说 这么说不太公平 西方商业 用尖船力炮 你不买我就用炮轰到你买 这才是真的疯狂 中国不过是没办法用武力做后盾 就只能搞商业竞争 用和平手段来争取自己的空间 结果这样也得罪了西方老爷 我控制世界市场时 就是贸易自由竞争优势 你中国抢我市场 就是恶性竞争 国家补贴 纳兰说 电商赛道中资的各种准备很足 市场必定迎来中国之卷 BMW说 好啊 是好事 叶青说 什么叫卷 市场竞争 何时成罪过了 真正卷的是欧洲各国 为了殖民地市场打了两次世界大战 纳兰说 httpsm the paper cn news detail下划线forward下划线29421902 云深解海说 中国之卷其实也是无法持续的 因为这是以14亿人口作为总量分摊各项成本的内卷 它的核心在于吃苦耐劳 而吃苦耐劳是老一辈因为历史原因积累下来的品质 年轻人基本上已经完全抛弃了那种疯狂吃苦的精神 纳兰说 咖啡行业的暴力也会被中国卷下来 利好老和这种咖啡成瘾者 10月说 我们办公室附近有两个咖啡店 每次经过 充满同情 对如我而言 这是高级享受呀 BMW说 你们那500克咖啡粉 现在什么价格呀 就是要绿的咖啡粉 纳兰说 中国之卷是不可抵御的资本主义武德 来自对资本主义效率的彻底拥抱 云深解海 说 咖啡行业不属于制造业 纳兰说 就算华企出海用外籍劳工 还会把价格卷下来 云深解海 说 与其说中国年轻人有选择的卷的话 更倾向于咖啡行业 而不会再倾向于取拧螺丝的制造业了 纳兰说 服务业有很多节省劳动力的科技细节 中国企业很厉害 叶青 说 你这完全把经济学基础丢光了 市场竞争 商家为了利润与生存 才必然要绞尽脑汁提高生产率 增加商品卖点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创新和科技 这是市场经济战胜计划经济的基本原理吧 怎么放到中国人身上经济学就不灵了 中国人卷就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什么道理 纳兰说 今天去银行体验科技柜台 账户业务处理审批极快 人连指纹语音在线会议 多集审批议题 当日及时办理 不知道提高多少行政效率 云深解海 说 你这不正印证了 卷本身就不可持续吗 我只是描述卷在中国不可持续 那就必然有替代劳动力 这个劳动力 可以是另外国家的低端劳动力 也可以是积极替代 你的经济学基础 怎么能印证卷是可持续的 叶青说 在哪里 纳兰说 他们怕什么 我们就来什么 没必要纠正已经形成的偏见定义 就是卷死你 等他们发现 背后是真正的科技很活 想起卷死误判 就已经来不及了 谁说我的咖啡 不少是朋友给的 自己买 就买韩国快食咖啡 先给我 云深解海 说 提高生产率 增加商品卖点 各种手段和科技的创新 那是要在劳动力成本 不断增高的情况下去 更大力度地削减成本 我们实在没弄明白 你怎么就从经济学基础 得出卷是可持续的 卷本来就不可持续啊 而我说的 只是针对中国说卷已经不可持续了 实际上任何地方卷都不可持续 叶青说 因为整个自然界就是个卷的过程呀 物尽天责 适者生存 这不仅是自然界的法则 也是市场经济的法则 只有卷起来 企业才有动力发展自己 提高效率 争取活下去呀 不卷了 一潭死水了 你认为就有持续能力了 看看苏联产业 他们倒是不卷 结果呢 云深解海 说 市场经济的法则券 那是不断卷低成本劳动力呀 又不是不断地卷固定本国群体 也就是说 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去了 要么卷的情况下 选择东南亚 印度 非洲 哪有持续卷一个国家的 纳兰 说 有朋友这几天在俄罗斯考察 俄罗斯的内部没有商品经济活力 俄国人没掌握发展经济的秘诀 就是技术满足欲望 欲望刺激需求 资本贯注流动性 全球就挖地和美地玩明白了 难怪老大老二 中国的内部发展和优化空间还很大 练内功就足以崛起成长了 现在的产能西迁进展 其实很不错 叶青说 你的脑子里除了劳动力成本还有啥 你是种棉花的 还是编竹篮的 难道你不清楚 现代制造业 劳工的人工成本 早已经不是成本的主要因素了吗 你的这套思维还停留在二十世纪吧 云深解海 说 你这说的跟卷有啥关系 中国之卷不是卷劳动力 那是卷什么 纳兰说 现代二次元方程 一般是做提加思路上限 云深解海 说 劳工的成本不是主要因素 我怎么觉得 你在描述未来人口智能时代 纳兰说 中国竞争力核心 早已经不是廉价劳动力了 叶清 说 你问出这话 我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个错误 算了 咱们认知水平不在同一个纬都 这种辩论不会有结果 云深解海 说 要像你说的 中国根本就不用企业走出去 连福耀玻璃 在美国建厂 首先一直强调的是 不要工会干预和薪酬问题就明白了 纳兰说 叶老师点卷确实犀利 不过这对社媒分析师超纲了 谁说欧洲能不能抓住机会 不知道 但是 亚洲经济合作会加深 叶清 说 哎 如果劳动成本是主要因素 孟加拉应该是发达国家才对呀 算了 累了 纳兰说 我的策略是拿最硬的石头砸他们认知的脚底板 事实才最会打脸 现在是星巴克 以后所有的餐饮连锁也都危险 云深解海 说 要考虑总上班时间和工资比 以及劳工熟练度 孟加拉工资低 动不动把工的 或者干两天歇一天不想加班的 能算劳动力成本低吗 对 当然 情况肯定比这描述的复杂 但是制造业除非人工智能时代 劳动力成本绝对是最大的成本 纳兰说 西门子工业软件公司的中国事业部笑了 小机灵说 确定你们一起笑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叶青说 这样吧 我找到以前写的一篇小文 拿来给你科普一下 然后咱们再讨论成本鱼卷的问题吧 关于为什么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如此明显 这个话题在群里已经争论很多遍了 如今不得不再拿出来说一次 工业制造成本不仅有显性成本 如工人工资 推广费用 水电 房租等 还有整体社会提供的隐性成本 一个国家整体的基建水平 比如畅通的物流道路 吞吐总量达标的港口 火车站 一个国家的能源 水源供应能力 会不会随时停电停水 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 能不能招收到教育合格的 有一定纪律性的劳动人口 一个国家的治安状况和社会的安定程度 能不能稳定 不间断的生产与运输 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行政与审批效率 能不能及时将投资转化为项目 一个国家的土木工程建设效率 能不能将项目的建设在规划内完成 一个国家的工业配套能力 能不能在最近的距离最短时间内 找到最合适的配套材料 设备的采购项目 等等这些不包含在显性成本里的 需要社会和国家政府配合 才能完善的隐性成本 这是一个国家真正能够降低制造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环节 也是很多人忽视的环节 说起中国制造 就说是低人权 低工资 要不就是落后产业之类的 这世界上低人权 低工资的地方多了 那些落后产业 为什么不去他们哪里 海地人权状况够低吧 埃塞俄比亚工资够低吧 为什么产业赚来赚去都跑中国来了 而没有去那里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中国有畅通的物流通路 无组织的顶级港口 口岸 充足的水电供应 良好的治安环境 效率较高的行政审批部门 充足的受教育纪律性工业人口 完备的工业配套体系 这是一个国家经过几十年 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 通过国家与社会同筹规划 后继而爆发出来的力量 不是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可以随随便便就学得会的 那种随便一句靠低工资了 或是认为低端产业人家不玩了才给中国的 实在是有些过于片面与狭隘了 西方国家不玩了的低端产业 为什么不给菲律宾 不给埃及 不给南美 偏偏给你中国 其实这些产业并不是西方国家送给中国的 而是中国通过建设自己国家 降低工业制造 物流 人口 治安 行政成本后得来的比较优势 这是中国人几十年辛苦建设新打拼下来的成果 纳兰说 我咋感觉中国的重工业都是驴拉墨手挫的成本呢 带冷汗的笑 这要累死多少社畜啊 符合社会心理体感 云深解海说 6SYS 2.23分 HTTPS 6WROOT CHAT C3694Z69384 截至2023年 西门子的工业软件工作 为正积极进行转型 以在该领域雇雇佣约5万多名员工 这些员工主要集中在研发不同的工业软件解决方案 以支持各行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若需要更多详细信息 应当参考该公司的最新官方财务报告或新闻更新 这是六度自己的AI回答 艾特纳兰 送给你 这还只是工业软件雇佣的员工 原本讨论的是制造业员工 就算应用了工业软件和自动化机械设备的制造业企业 员工数量有多少 自己可以问AI 不相信AI的 可以搜集数据打我脸 竟然在反驳制造业企业最大的成本不是员工 卷不是再卷人员的成本 叶青 说 我上面给你看的那篇小文 你到底看没看呀 云深解海 说 我已经反驳过你了 指别的国家劳动力成本低 但是隔三差五上 两天请假一天或者不干的 何用 我反驳过了呀 你反而还拿上面的小文给我看 叶青 说 那你应该知道 对企业来说 人工成本并不是决定因素了吧 所以 你前辩中国的卷不可持续的核心逻辑就不存在了 所以 你的理论不成立了 不是吗 云深解海 说 而且我再强调一下 你说的那些中国积累下来的成果 恰恰验证了 劳动力之卷 不可持续 那来 说 恰巧认识他们的副总裁 自动化就是要搞掉人工 倒不是贵 而是人工效率不行 云深解海 云深解海说 你可以去问 归宇宙的 归宙的 归宇宙的 云深解海 截至2023年,西门子的工业软件工作为正积极进行转型,已在该领域雇佣约5万多名员工。 这些员工主要集中在研发不同的工业软件解决方案,以支持各行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若需要更多详细信息,应当参考该公司的最新官方财务报告或西门更新。 你先把自己这话圆了,再来参与吧,Letna Lan。 叶青说,嗯,谢谢提醒。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